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晓聪给我挑的 为什么你对这个改革开放流行音乐三十年这么想说呢 没有 不是我想说 是我回国 你们现在住在美国吗 人现在是加州华人了 该选吗 奥巴马 海外游子 海外游子了 然后回来了有十几天吧 到处领这个奖 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什么三十首金曲 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什么 歌声中的回忆 改革开放三十年什么 我忘了大概有五六个了已经 就大概这半个月吧 我知道最近不是说是深圳 有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年 什么流行的 一个就是 中国艺术协会评的 就算是所谓的权威的吧 然后的这个 三十年的三十首金曲 然后我也有幸 和大家一起从历史垃圾堆里给刨出来 也就给亮出来亮一下 听说第一个上去的是李古一 相恋 对 反正就是我看了一下 就是最小的是我 年纪最小的是我 然后这个资历最浅的是宋柯 所以后来我就 我就想 我说这个看起来也不像三十年流行音乐 这看起来像前十五年的 那后十五年呢 后十五年这是郑军的事了吧 我们俩同时的呀 你们琢磨说三十年 想起来这个记忆里边啊 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事吗 我们俩相识的时候 记忆还真是最深刻 因为我们俩之前都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我们原来都不学这个的 然后认识之后 我们都是学五年面的 对 都是学学功课的 所以我们认识之后呢 那个 那九四年是吧 九五年初 九五年初 这是班的九四年的奖 对 所以那个时候认识那个 突然就认识这个圈里 当时最火的一帮歌手 然后大家 而且那个时候感觉 大家意气风发 对 都是意气风发的 都是这样 那次那中国第一次班流行音乐奖 那因而我们 还有何勇 何勇 刘伟 然后郑军 罗奇 罗奇何止难珍 广东那边来了什么林一伦 高林生 对对对 然后 好像还有个潘进董 谢董 对当时 当时不是光我们俩不认识 谁都不认识 互相谁都不认识 大家去颁奖 然后 那时候没有这个圈子 没有音乐圈 那时候那之前只有两个圈子 中国就一个叫晚会圈 就是他们那个跑晚会学的 中央电视台那为首的就是一堆晚会 然后叫歌颂圈 嗯 还有一个叫摇滚圈 就是那个 他算摇滚圈的 我那也不算摇滚圈 他那时候 我也属于外围的 对 摇滚圈跟那个晚会圈对着 晚会圈是歌颂这社会 摇滚圈是咒霸这社会 嗯 然后就这么俩圈子 所以刘兴乐当时没有 因为92年93年才有了唱片公司 所以唱片公司到93年才出了第一批唱片 嗯 92年才成立唱片公司中国 嗯 93年才开始录音 94年突然就特辉煌 然后 那时候我记得摩延出了三张 要多为张储和勇 然后洪兴出了他 然后大帝出了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校园的 然后广东那边也突然就出了一个帮人 是 我那个时候啊 在这个广东电台工作 我发现那时候广州是一个什么重镇 对 好多还有什么李春波呀 广州是重镇是因为 当时没法生活 刘兴乐 你又不考不进文工团 干歌厅 只能去干歌厅 当时干歌厅呢 只有广东有歌厅 嗯 所以就是大批的那个 就是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我饿死了 我要搞艺术 就留在北京饿着 就是郑军 住在那个 都拆欠了盯子户 留在一瓶房 就孤零留一间瓶房 你那时候干嘛 玩气节的在北京 你干嘛从西安要去北京呢 我也是特别叫 本来要去美国留学 在北京签证的时候 拿碰碰 结果没签证 签了一合约 签着证了 也签了一合约 把那签证放弃 就当了歌手了 留在这 所以我属于外围的 就是半路出家杀进来的 嗯 也是别人家好多这个当时玩摇滚的好多人就是属于这圈子里成长起来的 他就是声语丝的那种 然后慢慢 他的这个圈子混起来的 我们就没有混 属于半路的 我们都属于性语 我们都是性语 一脚踢进来的 不是那个混起来的 我当时的唱片公司 我这次回来 各种唱片公司抱怨说难做 我说当时唱片公司太幸福了 因为好奇薄发 那么多年没有过唱片公司 是 所有的民间的作品 积累了20年的作品 然后这些人自己练了那么多年的 真的软爱音乐 那时候根本没什么超女出来能赚好几百万 搞来搞音乐就是比你干别的赚的还少 然后所以那 但是那时候人才多的 随便成立一唱片公司 一大把一抓就抓一大把好东西 然后那时候唱片公司出唱片是 望外窄哥 说又实在放不下了 说这专辑里只能放10个 说这不能要了 人痛再把这拿下去吧 然后大家拿好几百说好听歌那听 人才也是满地都是 随便一抓住在中西里的就住好几个歌手 流浪到这儿了 清华一养几个 伟大养几个 然后街上一大堆 随便弄 广东那边是随便进歌厅 进歌厅一看就是陈明 林一伦 什么格林生 然后就随便进歌厅 就是那水平的 因为都锤炼很多年了 就当时的人才是堵了很多年堵在那里 你说那个时候你们第一次碰见 谁都不认识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像明星吗 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感觉有那个 没有一个人有助理 真不像 没有一个人 一个都像文艺青年 真本时候那天看那个 包括纳英 我那天看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冬至啊 什么 什么 历春 历春 电影啊 我当时看那文艺青年 我感觉真是 那时候大家都是有点文艺青年 就是为了一个梦想 然后不惜切代价 再做一件事情 其实功力色态还是很小 很小 都是经济 都没有助手 生活怎么办 生活就是公司 给弄不是有 走个穴挣点钱 也就是这样了 就能能能挣什么级数的钱 我第一张唱片 在公司当时挣了很多钱 第一张唱片从头到里 可能挣过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那时候也很适钱 我是一首歌连词戴曲八百 然后所以第一张那唱片里 我四个歌 同桌是你八百 是他上部兄 你八百 我乱高 行人八百 那个上班 三千二百块钱 就到头了 就是 那个时候的歌 现在这还记得呀 怎么现在好像能让人 记住名的歌 越来越少了呢 因为现在的功力色态 越来越强了 我觉得 嗯 就是特别想让人记得 就记不得了 你不想让人记得 我还不是特同意啊 老郑那观点 因为你功力色态 美国功力色态也强 但是他整个那民族音乐素质高 你功力或者说 并不是说导致做坏音乐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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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 所以像我我我我我老听听 各种 我觉得你这次讲 我觉得功力 我并不是说 完全说歌手 我是觉得 这个控制这个体系的人 我不同意 就是如果你有好音乐 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 那体制比现在还要僵化 但是有好音乐 大家还是愿意去弄 是在没有好音乐的情况下 大家没办法了 才拿些垃圾出来卖 并不是说 大家真的就不知道 什么东西好 因为没好东西 就是但是呢 这没好东西并不是 原因并不是因为功力啊 或者盗版啊什么 我就说一个民族 如果热爱音乐 嗯 有没有盗版 都有无数的人弹琴唱歌 有没有到 这功力的色彩 都有无数人弹琴 因为你热爱音乐 跟这事没关系 不热爱音乐的民族 才会找这种借口 说啊 因为有盗版 所以我们就不做音乐了 合着就是因为有盗版 你就不做音乐了 我觉得 这个热爱音乐的民族 这个你这说的也太绝对 还是 中国还是 我觉得还挺热爱音乐的 虽然我们就只有旋律 没和弦 但是还是 自古以来还是 还是 我觉得你们西北还好一点 对啊 中原的这个 因为它是西北 西原来 中原的整个的文化 是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记得我从小有一特别大深的印象 就是只要中央那天晚会 一出现你能听得进去的歌 一定是边疆泉水 清有清 什么花儿 就全是小民族音乐 然后一看到能好看的舞蹈 不是那个云南的舞蹈 就是蒙古的舞蹈 西藏的舞蹈 就没有汉族的东西 汉族 汉族本来有点 他就认为这个汉族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音乐 根本就没音乐 细胞的这么一个民族 你知道汉族本来有音乐 比如说余美人 蝶恋花 水晓歌 本来是曲子 而且特好听的曲子 因为为什么好听 它有 你现在能看到一万首填的词 为什么一万个人给它填词 就是因为它好听 结果旋律也失传 作业家是谁 不知道 京剧 弄了半天就这么几个曲子 几百出席 说明这曲子 作业家伟大夫 谁作曲不知道 公仪李隆基在那 拜去 但是我也闹不清 什么是你们心目中 说的音乐 但是至少你从外行的角度看 他这个人 还是需要消费流行音乐的 对吧 你甭管说现在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 他们说 列一列这么多年 我发现都熟 什么最早 但是就跟港台有关系了 最早什么甜蜜蜜 这邓地君 光阴的故事 到后来说 1981年记得的是 在希望的田野上 再到后来什么 大约在冬季 爱的奉献 什么掏声衣袖 心太软 你看看这些歌 传回家看看 你看看这些歌 你能发现一个问题 它消费的是那个内容 我们说的音乐 是一种直接能感染人的 是一种 就是多元的 是一种特别热情的 丰富的一种东西 而不是一个 仅仅就是一载体 最重要的是他说什么 你随便一个什么曲子 你磁牌也一样啊 换得从心情小 燕子来着律手 还规定你作声的 你把它填出来 最后人家不唱了 就念人也觉得挺好 汉族人最爱消费的是这内容 他说的是音乐 不是歌曲 歌曲也是说 纯粹消费歌曲 他说的还包括音乐 中国人听歌 确实不太听编曲 也不听节奏 这音乐的部分 所以最后导致 我们那些编曲都不重视了 大家就凑合其 能一倍 也不听伟大的乐手 所以你知道 比如说欧美 排前十名销量的 至少有七个是乐队 为什么是乐队呢 因为大家热爱 这个乐队营造出来的音乐 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乐队呢 因为中国人觉得 其他人都是伴奏 他觉得 听那角 就是这角 他唱歌嘛 搞个乐队 装模作样干什么嘛 其他人都是伴奏 他不认为那吉他是灵魂 他也不认为那 贝斯跟古是基础 他就觉得 不就有一角在这说点事 我们听懂了 哎呦感动了 就行了 对 所以在包括港台 都没有什么乐队会出来 可但是欧美乐队是 最主流的流行乐文化 是乐队 最火的全是乐队 最火的全是乐队 就有史以来 这世界上销量最大的 第一名Beatles是乐队 第二名Pinfo也是乐队 然后前十名 有七个都是乐队 但是你看 大多数人记住郑军 还是因为郑军是角 唱歌 是吧 是角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整个这个 尤其是 我老说汉族 咱不能把少是民族 给算进去 汉族的这个创作的 那个潜能是非常低的 就是为什么前15年 就还行 到我们的时候 大概正好到15年 因为那是憋了50年了 憋了50年 攒来的那些作品 第一张专辑他的 我的我们都是 写了那么多年的东西 才出来那些好东西 导致一年的繁荣 你要 但是这不叫产业 一个产业 如果要靠 奏你们10年 编你们10年 导致一年去卖 那然后再编10年 再去卖一年 那肯定不行 我是听过这么一种 就算怪论吧 就说是这个 咱们这个汉族人的 音乐方面 这个创作能量不足 完全不行 就是他这说的 包括说拍电影的 都有这种现象 往往一个导演第一部电影是最好的 因为他可能憋了20年30年 但是他要接下来 每年拍几部 电影和音乐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 就是节奏感 这个汉族人啊 好几千年前没椅子 没凳子就坐地上 后来有凳子就坐凳子上 有椅子就坐椅子上 这始终是坐着 就是这么两千年下来 就没站起来 动欢过 所以你看咱们自古 为什么还出现个西字 本来大风起云飞扬 三拍也能唱 不行 因为三拍你一唱 这坐着他转不了 他坐着就只会这 所以大风起西云飞扬 就加各种各样的虚词 就为了把这些东西 变成一个两拍的东西 他就只会这样 然后对所有东西的跟随 全都是用思考去跟随这东西 而不是用身体 所以舞蹈当然也不行 他没有这个传统 他只是用思考 所以你看他对木匠 居然很比作曲家尊重 木匠有何几个纪念碑 什么从鲁班开始 然后作曲家 一个伟大作曲家纪念碑都没有 你说中国古代 你学中国历史 就小学中学教 有纪念过作曲家的 不像西方历史说 咱们从巴赫什么到莫扎特 中国你说有纪念作曲家的吗 高山流水啊 什么是谁做的呢 四面埋伏谁做的 高山流水当然是有啊 但是那当当了一个 不是当音乐 高山流水怎么唱你知道吗 没有啊 失传了 失传了 对啊 根本就 他就是当一事 事跟你说 没有那个音乐的传统传下来 那你这个 现在还在搞创作的人 你同意他的这说法吗 有一不 我觉得却有一些道理 在于就是中国人 就是尤其汉族啊 觉得 确实是过于理智的一个民族 因为这么多年这样各种这个各种打压和教育之下 人家已经变得没有激情了 你看音乐 如家尤其反对音乐 来讲这音乐发出的声波 它是跟人的这个生理是能够对应上的 共鸣的 共鸣 所以你会感到快乐 你会感到兴奋 还是感到想激动高兴 这是因为音乐给你带来的一种共鸣 咱们的东西就已经就是没有这种激情 反正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同样的一个音乐厅 可能你看老外或者黑人就跳下来了 所以坐在那时间最长的一定是中国人 这确实 我没有 我去有一次参加一个 参加一个 去一个猛族的餐厅吃饭 然后里边包括各种圈里的大碗 最后人全站下来唱歌 然后这个就是他就各个桌轮着唱歌了 全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开始唱歌 到我们这一桌我们这一桌就是汉族的 而且也都是各个有唱片公司 电影公司的老板们都在 到我们这桌的时候 大家说他唱的 人人都就是都推诿了 我这不行 都不会 个个就说他大家 他没有习惯于 你觉得起来我这唱首歌 他老拉不见面子 儒家教育 这面子就是不行 人不知不孕不亦君子乎 唱歌就是一种外向的 对 不内敛的 不先充的 言之不足啊 什么歌之舞之足之导之啊 唱歌是一种就是儒家教育里不不不不鼓励的 鼓励你千充平淡 鼓励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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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天命 鼓励你好好待着做好了别动了 做正了 不鼓励你站起来乱乱动 那你又怎么解释 对我说 汉族人怎么都那么爱唱卡拉OK 我告诉你 他们爱唱卡拉OK 你看他们点的歌 你就知道 比如他们在体育场里 他们也能叫唤两声 或者是在阳哥那 我最不奇怪的 阳哥 阳哥居然能三个小时用一个节奏 体育场里居然一场90分钟 比他用一个节奏 而且这节奏是一样的 体育场里是阳哥节奏什么 他对音乐的需求是有不能说没有 但是他的需求很浅很低 他不想要更多的了 他就只要这一个节奏里 你给我装进些词 比如说把中国队加油 变成某某某下课 也还是这节奏啊 某某某下课 永远是这阳哥节奏 他只需要同样的 为什么与美人填一万少词 你多做几说好听取的不行 他这么说 那不中国人也就甭聊流行音乐了 就咱就这一节奏 这民族DNA里就不喜欢这东西 就没这东西 他就认为就这个就可以 他觉得音乐就是一个简单材 小时候说的也有点绝对 我觉得确实有点 有点一棍子全打死 有少数人 那当然是肯定的 鲸鱼还有一少部分上摊自杀去 因为少部分人喜欢热爱音乐 那是肯定 我没说一棍子都打死 我是说 就是咱们说这百分比 就绝大部分人是满足于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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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加油 亲爱的满满飞 满足于这个阳哥节奏的 他认为 而且他们关键 就刚才你刚才列出来那些流行过的歌 都是这拍子 你可以仔细算一下 然后呢都是因为这拍子里的内容说的好 说到了一部分人的一个阶层的心坎里去了 说到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一个商场 中国人还是汉人还是更多的文学 就是我给你说一个特简单的例子 美国人根本不重视 他要重视歌词 然后你不你不了解美国文化 你觉得美国人没文化 怎么老是I love you I want you touch you 什么人家就是要听那个音乐 咱们是要听那带词的歌 对他要听那个内容 以至于来了个周杰伦 好容易来 节奏感也好 音乐玩得也不错 人就是没把词唱清楚 居然还有对骂人家 那就听朗诵不就完了吗 说人说人唱不清词 那你就听快版 不就完了吗 对咱们曾经火过呀 配乐诗朗诵 什么朗诵 都得来一段就够了 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你说这个 我想起有一回啊 这个崔剑来这做节目 他还是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比如说出去演出啊 本来呢 他觉得自己这些年来 这个操练这个音乐啊 自己有很多的心得 有很多的进步 可能就中间有大段的 就没有唱的这种 几个乐队在 马上情绪就下来 对但他发现怎么现场 这是喊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哎呀给整扭了 他不得不 你怎么办呢 他好像你搞这个东西 现场就没那么火 而且呢 记忆的对音乐的记忆能力比较低 为什么一无所有 比如说西方吧 你经常看到西方的演唱会 他能在上头唱两遍 全场就能跟人唱 然后西方那个那个看球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去看球 几万人鼓掌 能鼓掌 就是那种后半派的什么 大家全场能齐着 因为你这民族长期不受音乐训练 当你记忆一首歌的时候 你需要听最少二十遍 你才能记忆住一首歌 你才能去喜欢 你才能不有自主的去 就这样去卡拉OK 还得看着那字变色 没错 我就是啊 我就说这 我不按那字 我唱一点啊 咱俩一块去唱卡拉OK 我还说这不是那鼓都在那 你怎么不唱啊 非看那字变色 哪知道该什么时候唱啊 那么明显的那鼓在那 你非得看那字变色 所以就这个 因为这么多代人 缺少这个训练 对音乐记忆能力特别低 所以很难火一首歌 火一首歌需要特别好 或者是特别庞大的播放量 就让你不停的听 不停的听才行 就没有形成说 来一首歌 大家听两遍 我觉得这就很好 然后就来了 所以最后结果变成 就是动了个动了个动了个动了 就最好记 那照他这么说 你还有劲儿在中国搞创作吗 音乐是一种自己的鸦片 可能不厌 我是对 我是觉得我要 我的创作的是要 要表达我想传达的信息给别人 包括音乐的 包括歌词的 因为对我而言 音乐我觉得是一个就歌曲 就我们现在说到的歌曲 是一个很好的传达情绪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之前 我说咱们这个太理智 理智的人不太容易有情绪 多了 说这么传达